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嫩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嫩言三本六十五 方便有多门 经文 归原性无二 方便有多门 圣性无通 顺应皆方便 初心入三美 直数不同轮 主题 方便有多门 消缘 归原 觉醒后 觉醒后不再眷念 跟攀缘 称为归原 回归到原来的本质本体 方便 用各种权益办法 引导众生 进入火道 也称方便 圣志 所谓方便 有多门 是指二十五 元通 而二十五 元通 是由六臣 六根 六式 及七大 所组合 依六臣 入元通 深色 香味 触法 分别 有 焦臣 纳 等五 地丘 悠婆尼 沙陀 香言 同志 要王 要上 两位 菩萨 法陀 佛罗 摩赫加 舍 为代表 一六 根 入元通 由佛黎大木 建年 等 为代表 一七大 入元通 地水火风 空世根 分别由 持地菩萨 光 同志 无除射魔 由离光 菩萨 虚空 葬 菩萨 菩萨 大师 至菩萨 为代表 以上 恭请 建会 法师 开示 阿弥陀佛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 楞眼 一千日 第三百六十五日 我们要来 谈 二十五 元通 之后 有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评选 这个评选呢 是佛陀 请文书 菩萨 来做 评审 文书 是智慧的 象征 智慧第一 的代表 那在 这个文书 菩萨的 一个观念 里面呢 每一个法门 都是 最优秀的 那有没有 最适合的 优秀 是 每一个法门 都会达到 圆通 所以其实啊 是平等的 平等的优秀 但是呢 如果要讲 个别的 针对性的 适合的 那就不见得呢 就是每一个法门啊 都会盛行 有的人喜欢 这种 有的人相应于那种 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同 所以佛陀呢 就请文书菩萨 你要为 阿南这种 特质的 修行人 以及呢 苏婆世界的众生 他求 无上道 入 菩萨圣 有没有最 方便的法门 让大众啊 能够 很容易 学习 那学习 又容易成功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判断 所以文书菩萨呢 他就 轻奉此指 而来宣说 那佛陀呢 叫我说 不是我自己啊 自己 自作主张 是佛陀的指示 我依着佛陀所说的内容 来说 那一开始呢 这一段 就是佛陀 这个文书菩萨讲 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呢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都是圆满而亲近 但是呢 因为无名啊 所以产生了能所相对的之后 对于这个世界啊 就有很多的分别 那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有所谓的国土 这国土 有净土 有惠土 这些围城岔土啊 都随着我们的心 而有不一样 那不一样当中呢 就有所谓的众生的种种之相 我们今天在送 任言经的这个卷六 卷七就开始呢 就了解了原来这个世界啊 有很多的差别 有六道众生 乃至于有天 有人 有这些种种的分别 随着不一样的众生呢 这中间呢 还有爱恨情仇 那这一切的现象呢 其实本来是没有的 那从这个 这个虚空当中啊 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直取 所以直空为空 就迷惘有虚空 依空立世界 而想成成国土 知觉有始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一切啊 的一个因缘 都是虚妄的建构 那我现在呢 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要回归到原来的 譬如性海 本性之海 藏性 就是如来藏 那我要怎么样回归呢 所以他讲啊 归原性无二 方便有多门 这个方法 就方便啊 有很多种管道 那回归到本性呢 其实这个本性没有差别 所以呢 归原是回归到本源 本源的什么 心性 那本源心地啊 每一个人的 这个本源心地 是没有差别 所以呢 这里讲啊 既然如此 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归呢 方便有很多种 那在这个诸多方便当中呢 我们就要了解 了解 这所有的方法 都是一个方便 都是一个工具 都是一个过程 那我们要了解 否则呢 我们就会在 这个方便上呢 产生一个选择 就像我们一开始啊 愣言经佛陀 就让阿南 遇到了摩登前女 那这摩登前女 到底是对阿南呢 是好事 还是不好的事情呢 如果就现象上来讲呢 阿南遇到摩登前女啊 他是一个艳遇 但是呢 从摩登前女的角度来讲呢 他遇到阿南是一见钟情 那到底呢 这是好吗 可是阿南说 不行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我遇到了一个魔女 他想要阻碍我修行 所以对阿南来讲呢 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也不错啊 厌福不浅 还有桃花 那阿南呢 就觉得不好 那到底他是好还是不好 摩登前女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那摩登前女呢 遇到了阿南 他也很喜欢啊 偏偏呢 阿南就不能够 跟他在一起 最后啊 他就皈依了佛门 还证到阿罗汉 那到底这件事情 到底是对他来讲是祸还是福呢 所以这里就讲啊 圣性无不通 顺逆皆方便 如果你明白啊 这一切的法的本质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都是方便 这个方便很多门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 好像诸事顺利 那往往呢 隐藏着看不到的祸端 那有的呢 又觉得 奇怪怎么诸事不顺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逆行啊 什么很多人说什么水逆 是不是最近就有一点 诸事不移 那事实上呢 不管是顺也好 逆也好 其实都是一种方法 目的都是达到这个圣性 那圣性无不通都会通 那如果就这个25门里面呢 顺着修的叫做观世音菩萨二根远通 逆着修的呢 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呢 色身相畏触法 这个六成 它已经是在成了 它不是就是要逆反吗 所以呢 到底是顺着修 还是逆着修 是不是都是一种方便啊 所以有的人呢 法门呢 用得很顺 他就觉得很好 那有的是用起来感觉卡卡的 好像总是不相应 他就觉得很辛苦 那到底是辛苦的是方便 还是不辛苦的顺心的是方便呢 其实啊 如果你明白 究竟的目标 那你就知道 其实都是可以的 所以啊 虽然是都是可以啊 可是对于初心的人啊 就不一样 从究竟法 究竟义来讲 的确 行行 出状元 条条大路 都通捏盘 因为你达到捏盘了 就没差 可是对于初心之人啊 这里就讲哦 初心入三昧 此处不同伦 对于刚刚开始要修行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苏婆世界的众生啊 在于这个修行当中啊 他其实还是有分别 就光是这25门啊 你如果通通都不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法门有什么差别 光是这个代表人物 有的人就说 我最喜欢观世音菩萨 那你都不需要问他修什么法 就是我就是 就是光是喜欢他 就是喜欢他 那有的人说 我最喜欢周立盘特 因为他最笨 那有的人呢 就最喜欢普贤菩萨 那有些人你不认识 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喜欢他 所以这个是不是 好或者是坏的问题 其实不是 是你相应不相应的问题 所以对于初心的人呢 他就是要怎样 词跟数 他的确是有差别的 我们要知道哦 这个修行的法门 到究竟都会成就的话 那不管用什么方法 那就都会成就 那什么方法都可以啊 只要有用就好 就像这个门 他有25个门 你要确定啊 这个门都是通到同一个目标 那你从哪个门入门不是都一样吗 所以啊老师讲 我们呢只要有学佛就好 至于你在哪个道场学佛 其实没有差别 你跟着哪一个佛菩萨来修行 都没有差别 你在哪一个大师的座下修行都没有差别 重点是你要修 修了一定会成功 不修 你即使在一个大师身边 你甚至于是佛陀的弟子阿难 你都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 他到现在 还有人在三途二道轮回的啊 那也有很多是成就的啊 所以你不是说 诶明释迦牟尼佛那么厉害 也有度不动的哦 那当然呢就是每一个众生的因缘 他都不同 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你自己要不要修啊 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文书菩萨 就是要依据出发心的人来做设想 因为一开始啊出发心的人就分别心很重 他一定要选到快速的啊 要选到顺心的啊 他才会修的入心 他如果不顺心 他就跑的远远的啊 不管你讲的多有道理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放到心里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回归到最前面 佛陀请文书菩萨啊 在修行啊在选择的时候啊 其实他很早很早就已经跟阿南讲 你要选择一个圆通的根性啊 得寻圆根与不圆根啊 修行起来是日节相悖啊 那我们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埋下伏笔 让阿南已经有心理准备 在这个二十五门里面 有一个是最优选的依据三个原则 希望大众呢都要恢复记忆 要记得前面佛陀其实有埋下伏笔 那现在呢由文书菩萨要揭晓答案是什么 以上呢就是文书菩萨所谈的内容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或者是要提问 阿弥陀佛感恩见会法师慈悲开示 那首先恭喜苗董任言一周年365天 那我们最后一个20秒的一个回顾彩蛋 那我们这一组在讨论的时候呢 有一个要分享跟有两个小问题 那我们这一组在讨论的时候呢 有特别提到是圣性无不通 那顺利皆方便的时候 顺利有很多的讨论 那我们很多师兄对顺利很难判别 因为当下可能是逆的 可是长时间回头看 他反而是一个顺境 有的师兄认为 应该要诚实的面对当下的感受 进展顺利那就是顺境 如果卡关了不顺了那就是逆境 所以当下对这个顺利的绝照当中呢 我们才能找到自己修行上面卡关的地方 就是哪里是我值这个部分 那刚刚师傅也有提到是说 到底是这个法门跟我们相应不相应 那个是最重要就是要努力去做 但是有些师兄他认为 顺利跟喜不喜欢是不太一样的 不能说喜欢他就是顺 不喜欢他就是利 可能我们不喜欢念佛 可是决定念佛了 搞不好念一念很快就开悟了 所以不喜欢可能不一定是利 也可能是快 那我们小组在讨论的时候 把这个快慢 迟速的这个概念去讨论的时候 发现到我们开会的时间变得好长 然后对于那些喜欢讨论的师兄来说 可能是一个顺境 对于不讨论的那些师兄 可能是变成一个逆境 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 加深了那些喜欢讨论的师兄 反而他们更执着 那结果比较慢进入三昧 那反而不喜欢讨论的师兄 因为逼着要去听这些讨论 反而他自省之后 更快的就加速的入三昧 那有的师兄就认为 真的是恍然大悟 这个方便真的要看每一个个人 然后继续的努力下去 那这个顺利跟快慢 是蛮好玩的事情 那接下来 我们有两位师兄的小问题要提出来 那接下来请亮慧 来为我们发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自己在修行上面 顺的话就是比较快 然后就比较相应 那逆的话就会比较慢 那虽然顺逆都是方便 那么我们自己呢 有没有办法来判断或者察觉 这些法门对我们到底是顺呢 还是逆 请师父慈悲开始 阿弥陀佛 这个是好问题 所谓的顺跟逆 其实就是你用的顺手 你顺心 你喜欢用 一用再用 每一个法门 你都可以变成顺的法门 就是你的心很喜欢做这件事 然后做的法喜充满 然后烦恼越来越少 那如果我们自己找到这种相应的法门呢 其实都是叫做顺的法门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25门当中 什么是顺的呢 你自己听这25门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门 你自己就会去选那个门 那就是顺的门 那逆的是怎样 随缘 感觉好像不太懂 好像也不是很喜欢 但是如果缘分来了 你就随缘修一修 可是你平常不会主动想要去做这件事 那这个就是比较逆的 可是在25门方便当中呢 他说所有的方便 其实都没有顺逆之别 重点是你要回到自己的本心 你就都是顺的 如果没有回到本心 你就都不顺 所以呢 其实就是从攀缘心的角度来讲 攀缘心就是逆 那菩提心就是顺 那你也可以说喜欢跟不喜欢 也可以说快速还是不快速 这个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你说要怎么样判断呢 你就都要用用看 有因缘你就试试看 听到了这个法门都不要排斥 不要有自己的判 自己在那边分别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 啊我是念佛 所以就会说 这个修禅虚无缥缈啦 念佛比较稳 你看三根普避都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这是最方便的 的确是如此啊 也没有不好 是是是 对对对 那如果呢你是禅修的 就这一念心 参话头一念 就入定入三昧 这是顿悟之心 直了成佛的方法 这念佛啊 有时候啊会念到执着 那的确有些人呢 是这样子的想 可是你这样子的想呢 你就是执着在你的禅是好的吗 那这个反而会障碍你的顿悟 所以到底是禅是优秀 还是密是优秀 还是律是优秀 还是静是优秀 其实这一些都是优秀的法门 你什么因缘遇到了 你不要产生执着 就是好法门 可是有的人呢 譬如说我已经习惯了 我都习惯念佛 那我要来打坐的时候啊 就常常很多人会问 师傅啊我这个鼠息鼠不起来 鼠呼吸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很安定 我喜欢念佛可以吗 也不是不可以 念佛啊的目的 其实就跟禅的目的是一样 为什么没有办法入禅 而一定要念佛 或者是要用呼吸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本末导致 我们不能入定呢 是有很多的原因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执着于念佛 而反的不能入定 所以你要试试看 你念佛能够入定 你修禅一定也能入定 鼠呼吸也能够入定 所以就像吃饭一样啊 你的目标呢是要吃饱 有营养吸收营养 吃什么呢 用什么方式吃呢 是用西餐的方式吃 还是用中餐的方式吃 你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吃 跟什么人吃 其实这都是分别方便 这目的啊就是吃饱 然后吃的营养 所以呢要知道这个是目的 可是有的人呢 换一个盘子啊 换一个环境啊 换一个人一起吃 你就开始觉得哇我吃不下去 所以这就是把方便直为究竟 那这个就是一个顺逆皆方便 你要了解 其实是有差别的 那我们的心就会有答案 那一般人呢都是啊 只喜欢顺心的 不喜欢逆心的 所以呢遇到不相应的法门 基本上也没有人想要去试试看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文书菩萨 要在这边要去做一个选择 因为帮大家选 免得太多的障碍 马上就退到行 好 以上呢就是简单回答 两位的问题 阿弥陀佛 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 那我适合修什么法门吗 你要 好那继续听啊 后面就会有了 好谢谢阿弥陀佛 好 接下来请信慧师兄发问 嗯 所谓的指啊 就是五庭心观啊 就是五种停止心的方法啊 那观呢就是能够破除烦恼的观形啊 有所谓的四念处啊 有这个残观啊 那也有什么大圣的指观啊 那也有剑刺的指观 有不定的指观 所以呢 哎这个所有的方法呢 他就是为了要停止我们的旺心 而破除迷障 让我们成到正果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跟二十五门的方便是没有差别的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正到捏盘 好 那方便呢 哎 这中间呢 有一样的 有不一样的 但是呢 就要看你的发心 还有对于这个方便门体悟的深浅 譬如说属席 啊 在天台的指观里面 也教我们要修属席 那在楞严经里面也有属席 就是周历盘特的鼻根圆通法门啊 那譬如说有不静观啊 那这个在楞严经里面也有不静观 有幽波尼沙陀的不静观啊 那也有这个 哎 一般的这个绅士圆通啊 持戒啊 还有蛇士圆通 有这个妇罗纳的说法啊 乃至于呢 这个很多的方法啊 都是可以让我们 启发正观 来破除错误的不静的迷思 那这个修行呢 殊途同归啊 其实都是方便 所以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别 或者是究竟不究竟啊 但是楞严经呢 他刚好是当机啊 现场有哪一些大众来做啊分享 那全部的分享呢 其实不离开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就是从十八界的角度来切入 这个是方便啊 那在天台的止观当中呢 他是从 烦恼 来做对质 叫做贪嗔痴 慢 乙 所以用这个烦恼 来做对象 对近练习 是这样 那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 有的人是因为烦恼而入理的 有的人呢 是因为他在因缘当中随缘而修行入理的 方便就是很不一样很多 什么人都有 所以什么法门都有 有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最终呢 目的是一样都是究竟圆满 叫做圆通法门 以上是如此 我们简单的来分别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用的语词各有不同的系统 所以呢 也不是一下子就说他是同 或者是不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师傅 我们有一个周年庆的回顾影片 好啊 很好 请欣赏 那是不是要唱一下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一起唱哦 啊 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 这个是什么 哦 就是每一场很精彩的内容 啊 以前的过去 这都是你们的吧 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年来的努力 感谢师傅 哈哈 感谢大家 Happy Birthday to you 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 谢谢谢谢 非常殊胜 谢谢 谢谢 trading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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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